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集會和大家看看澳門在相對政治狀態和停工的時間, 有些市況是怎樣,還有看看,有人在網傳說被人罰了錢,因為他沒有戴好口罩,我們看看。 好了,看看這張圖片,這張圖片是一張稿票來的,網傳,大家自行判斷, 他就說應該是澳門第一個被人抓的人,因為不戴N95口罩,根據群組消息, 他就說他是送外賣,沒有戴好口罩,所以被人罰錢,至於是民事刑事,應該是刑事來的, 就是不知他的罰多少,不過都是那句啦,這些網傳消息,大家自行判斷, 另外讓大家看一條片,這條片亦是網友提供的, 就是説有些老人家,他就沒有戴好N95口罩,就被訪結人員鬥他,我們看看片先啦。 好了,剛才看完那個所謂的無戴口罩罰錢的事件, 跟著我們再同大家看一看現在澳門封城之下的市況, 這些影片是網友提供給我的,我將它剪一條給大家看, 這裏應該是三盞燈附近來的, 看到其實條街人是少了,不過還是有人出來的, 有些店鋪有做外賣,也有開著的,但是這邊其實這樣放眼望過去是少了很多人的了,已經是叫做的, 那在這裏也多謝網友拍片給我先,如果他們不拍片的話都很難有這麼多地區更新給大家看, 澳門第一次做一個這麼嚴厲的政策,其實這裏也很有紀念價值的, 入超市也是要數碼, 其實中午時段這樣沒什麼人是很少見的, 但也有可能是第一天才是這樣的, 大家知道有時候他們的人都很奇怪的, 大家知道有時候他們的人都很奇怪的, 你第一天就好聽話, 到了後面抗疫疲勞的時候, 就全部湧出街, 因為他沒有說什麼, 只是叫你減少外出, 還有就是停工, 你公司不給開, 就好似昨日那樣, 封你這個停工之前的一天, 好多人都是做一個叫做最後的衝詞, 就衝了出去玩, 跟著衝了去這裏那裏, 甚至是不戴口罩, 到處吃煙都有的, 昨天見到好多, 這裏是整條街的店鋪都整理了, 走出來高士德這邊, 你看整條路, 跑步都可以, 平時高士德這裏, 是繁忙地段來的, 那你見到這條馬路, 現在都幾乎是沒有車了, 整條店鋪都關門的都關了, 是兩條街幾乎都關了, 去除色 Bora, 迷人 CC 上四條街, 一向完結沿。 迷人俯完夢繼續那麼久, 每game路到家一後和我交還 mud , 201年珍異, 然後展示墜長地真正前一點 如果大家有印象都知道是有幾多人在這裏 剛才那個應該是政府的啟查人員 就在這裏看看澳門有哪些店舖有開沒開 有開那些只是那些所謂的必需品才給他開 即是超市、零售、飲食那類才給他開 你如果是其他店舖就是暫停的 連賭場都是暫停的 現在這條街應該最多最多是外賣 你一度吃飯時段最多的人應該是外賣 其實就算的士現在出來開工應該都不會有太多生意 接下來我們轉去其他地方 網友拍了右翰那邊給我看 其實他們都是剛巧叫做走出去做核商 又或者是去超市買東西才拍到給我 所以就不是特意出去拍的 這裏就是右翰街市這邊 還有的人還是要上班的 各地都有專業到外職 看到街市那裏也是沒有昨天那麼多人 因為大家要買啦 今天都已經買光了 這幾天其實這條街應該都幾冷清的 除非去到最後那1-2天 到最後一兩天,大家應該是抗疫疲勞,多了出街, 還有一點可能是家裏的食物,吃得七七八八,不如出來買, 第一天一定是這樣的市況。 中藥房也有開的, 來來的超市也有開的, 其實說的超市也挺有趣的, 初架又會這麼巧的, 間間一起錯, 這麼過癮的, 系統一起合起來, 還是那些人一起出錯? 奇怪啊! 這裏賣菜業也有開的, 來到這裏核酸站了, 今天這裏核酸站沒有太多人, 我自己都做了核酸, 基本上都好快, 幾乎是即做即有的, 你看到這裏今天都沒有排隊, 應該就是個個都不用上班了, 選了方便自己的時段去做核酸, 所以就變成不用排隊咯! 都有啊! 都有少少要排一排的, 大少少, 不算好多, 有少少要排一排咯! 好啦! 基本上就和大家看了一下市況, 和看了一些網傳的消息啦! 希望大家對現在的狀況, 有一個比較多少少的了解一下! 好啦!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! 晚一點, 還有些影片都會上傳的, 同時亦都是網友拍了給我的! 好啦! 我們待會再見啦! 拜拜! 拜拜! Welcome! 對了